謝安琪今日來電台宣傳新歌再度 K就說自己很喜歡這首歌 所以選在生日當日推出 而且除了這首歌之外 K還預告今年將會推出新專輯 今次這首歌反而展開了新的 今年我們的音樂新的一個系列 是屬於未來新的劇情的第一首 所以劇情將會有新的發展 其實我和Juno的這張專輯 已經是我們的故事來到第三年 今年是最終章 就是最後一節 所以今年年尾都會推出我們的大點 剛剛過了43歲生日的她 不知道生日當日又是怎樣慶祝的呢 其實因為我現在很少出街 我今年生日其實都是家裡生日 和家人吃飯 但是正日當日呢 張家聰她都預約了一個我喜歡的餐廳 我們快速地吃了一個晚餐 都藉著一個特別的日子感謝她 因為我覺得 我最近很多人都說 少了出街 多了相處、多了摩擦 但是呢 我又覺得 我又慶幸 我和她 我們一家人 多了時間在一起 我又反而很珍惜這段時光 所以 在生日呢 我都很想感謝她 感謝她 其實她是為家裡付出很多的一個人 另外提到古巨機剛剛宣布做了爸爸 K也很替對方高興 我們其實是很久之前都認識的了 有時候都會在朋友聚會中遇到 我們都有一些共同的朋友 我有透過朋友去祝賀他們 我猜他們已經很忙了 一定是會收到很多祝賀 所以我都是透過朋友去送上我的祝福 謝謝